在中国有个湖比很多人都爱国 你信吗 这个湖它一半是淡水 一半是咸水 淡水这一半在我国境内 咸水那一半在印度境内 我国境内的这一半长鱼 印度那一半长虾 哎 这些小虾蜜稍微长大一些 油油油 油到我国境内 哎 就被我们的鱼吃掉了 这个湖叫班公湖 为了捍卫祖国领土 捍卫这片无比爱国的湖泊 在1962年 我们曾经四战入侵这里的印军 并且取得了四战四截的完胜战绩 下边依次介绍那场边境风云 班公湖在我国境内的一侧北岸 有一块四千多平米的平潭草地 1962年7月 印军非法入侵 并在这里建立了第16号阵地 在南岸 他们还有三个非法据点 两岸形成了呼应火力 我军决定 布什一团工兵连二排 派出一个班 在西北建立祖基打员阵地 炮二营三连 抽出66个人 担任助攻 从西北方向进攻 布二团二营负责主攻 先迂回到敌后 然后从西南方向进入战场 最后还有一支水上支队 负责警戒胡命 防止敌人利用班公湖逃跑 21号早上 我军全部进入既定位置 8点30分 火力急袭开始了 经过半个小时的轰炸 突击队开始向心攻坚 布二连进攻受阻 连续伤亡6个人 连长身负重伤 依然没能突破过去 剑刀班二班班长潘志发果断开路 强行杀入了印军阵地 见面一个地宝后 继续向前冲锋时 拍发之头部受重伤 瞬间倒地 当他再次苏醒过来 他不顾自己脑僵外溢 依然绷进全身 继续投入战斗 再又炸毁两座地宝后 终因伤势太重 不幸牺牲 战后追击一等攻 提供火力支援的机枪手 何四勇 被印军发现了 一枚手榴弹扔到了他边上 他不慌不躲 捡起来还回去 自己毫发无损 印军被炸了个屁股尿流 没多久 又一发扔过来 他依然老套路 可刚一伸手 响了 何四勇 英勇牺牲 战后追击一等攻 这里打得很英勇 同时也打得很悲壮 一共战斗了接近两个小时 我军伤亡21个人 击毙敌人14个 俘虏25个 16号据点的印军被全歼 在16号据点的西北侧 有一座海拔4400米 比高60米的高地 印度库尔卡营一个牌 在这里住房 我军称之为 印军29号据点 原以为 我军进攻16号据点时 这里的印军会主动出山 前来支援 我们可以利用打员阵地 歼灭他们 不成想 人家就在那观战 毫无参战决心 甚至看到16号据点 被中国军队收复以后 这伙人有逃跑的迹象 我军下令 布尔连由北向南进行主攻 攻兵二排 由东向西强攻 炮连由东南方向协同攻击 并派出一部兵力迂回敌后 防止敌人逃跑 水上中队继续担任胡上警戒 所有人短暂休整后 便开始了行动 下午4点10分 战斗打响了 强攻的工兵联 二排五班班长谭树恒 率领战士罗德青 以勇猛突然的动作 首先冲入印军阵地 他们连续炸掉三个地堡后 谭树恒重伤了 罗德青牺牲了 搬离其他的战士坚撞后 不是退缩也没有畏惧 大家反而更压得勇猛 一路杀穿了东侧 战后 弹树恒继一等攻 罗德青追击一等攻 工兵二排五班继集体二等攻 负责主攻的布尔连 在开战前 悄悄地干掉了印军的廖望哨 而后由山上一路直扑而下 几乎和工兵五班 同时杀戮了敌人阵地 我军三路更线 共计伤亡五个人 击毙敌人十个 俘虏十二个 全检底人 收复29号居地 经过上述两次战斗以后 战士们越战越勇 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 大家报仇心切 指挥部理解大家的心情 决定一鼓作气 三战绝拉沟 绝拉沟在班公湖北边 六十多公里处 是通往拉达克的必经之路 印军在这里有一个十五号区点 由杰特连队一个牌住房 指挥部下令 从布六连抽掉五十一人 从炮三零四团三连 抽掉三门排击炮 共计一百一十七人 组成八点突击队 六连从左侧迂回地后 从敌人后方回手掏 打回来 炮连正面牵制 经过一天在暴雪中的转运 突击分队抵达了附近 额毛大雪 虽然让行军变得困难 但同样 印军也更难发现我们 他们又爬了一个多小时的高山 全部抵达了战斗发起点 傍晚六点半 战斗正式大象 炮连战士王向李 第一个冲进了印军阵地 在嵌豪内跟印军打近战 他成功地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 我军主力趁机全部冲了上来 王向李寡不敌众 战之牺牲 战后追击二等攻 与此同时迂回地后的六连 前后夹击 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 我军伤亡五个人 击毙敌人十四个 俘虏十三个 全间杰特连队一个牌 班公湖南岸 有印军三个据点 当我们歼命河北岸的 16号据点以后 南岸的印军全都吓破了胆子 毫无征兆地开始跑路 之前我们说到那些印军跑路的时候 还都火烧了营房 他们这儿 营房物资全都留在了原地 生怕动静大了 吸引了中国军队注意力 二号三号据点 距离国界线非常近 这里的印军全都跑掉了 一号据点的印军 路过二号据点时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他们一看天黑了 总得吃饭睡觉吧 而眼前又有别人 留在这里的县城的营房 所以他们决定 暂住一宿 天亮再走 好家伙 真的是好家伙 当年唐僧取经 看来是没有告诉你们呀 没事别总歇脚 否则三天两头 有人想吃嚼你 不好意思 穿台了 当晚我军猜测 这三个据点的印军 应该是全都跑了 但这是猜测 所以派出去九个人 去近点侦察 当他们来到二号据点 两百米外时 发现了一个印军 正在放哨 带队的副连长说 别打他 看见帐篷了吗 集中火力 炸了他 一个机枪组 一门排气炮 一门六零炮 火力全开 帐篷被炸成了废墟 也算印军走运 他们全都在 其他帐篷里睡觉 这一通响声 他们魂算是都丢了 一边喊 一边跑向东侧的被迫 侦察班立即把情况上报 同时班长王建军 带领一个组 插向西侧 防止敌人 跑出我国国境 卫生员 王建英 带领一个组 迂回东侧 占领有地地形 防止敌人继续逃窜 副连长带领一个组 由南向北 强行进攻 揭灭地人 东侧的小组 原本只有三个人 他们遭遇了八个 溃逃过来的印军 形成了对峙状态 就在这时 我军送饭过来的副班长 严兴齐 刚好路过 他黑黑一笑 饭菜放在了一边 短几枪就加入了战斗 击退印军一次反扑后 严兴齐站了起来 直接从高地上冲向了对面 并大声地喊 交枪不杀 优待俘虏 八个印军 见状全怂了 乖乖投降 与此同时 另外两个方向 也宣告战斗结束 我军这九个人 无人牺牲 无人重伤 仅有两个人受点轻伤 击毙敌人两个 俘虏十八个 至此 四战四截 收复了班公湖附近的 全部尸体 西线仅有石泉河地区 还有印军的非法据点 我军决定乘胜追击 1962年10月22号 对印自卫反击战 我军把非法入侵 我国天文底 加勒万河谷 以及班公湖的印军 全部见面以后 指挥部下令 反击部队乘胜追击 迅速集结 全街那里的印军 同时做了如下部署 布什团三营 加强火力组后 经且砍向西运动 而后自西北 向东南进攻 布什一团三营 加强火力组后 进至扎西港附近 而后由东南向西北 与布什团 形成夹击态势 骑兵三团 进至且砍附近 战斗开始后 进攻枪杉口的印军 16号大家分头行动 骑三团抵达印军 10号阵地附近后 附近地形平坦 没有发现任何地情 便继续开车向前 当走到枪杉口近点时 突然从一个小山包背后 打出来一串子弹 我们的司机当场牺牲 战士们被火力压在车厢里 无法抬头 无法下车 印军不停地扫射汽车 手榴弹扔过来 眼看汽车有被打炸的风险 维吾尔族战士 机枪班长司马懿 买买提 挺身而起 用冲锋枪猛烈扫射敌人 同时大喊 机枪手架枪 机枪手闻声 把枪架在了车顶上 猛烈扫射 压着敌人 司马懿买买提 胸部肩膀多处被子弹击穿 他浑身是血 但依然站在那里开枪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让敌人的子弹 全都打在他身上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 同志们快下车 交给你们了 战士们迅速跳下车 对敌人展开猛烈的还击 仅六分钟便全捡敌人 战士们牵着七个俘虏 走到司马懿 麦麦提身边 麦麦提躺在一位战友的怀里 含笑牺牲 战后追击一等弓 受战斗英雄称号 战斗结束后 根据命令 他们迅速支援主战场 攻击11号据点的队伍 由于夜黑风高 我军正面进攻的队伍 和侧后迂回的队伍 发生了误会 都把对方当作了印军 然后各自抢占了一个被迫 对峙激战了一个晚上 天蒙蒙亮 发现是自己人 赶紧继续向印军据点挺进 可是印军 听到昨晚的枪声 早有准备 对我们进行了精准的阻击 我军伤亡非常大 且无力进攻 经过数个小时的对峙以后 队长把两支队伍 重新组织了起来 印军发现 打得有点吃力的时候 果断地选择了跑路 可我突击分队 也没有了追击能力 所以收复11号据点后 打扫战场 这里的印军 跑着跑着 突突突突突突突 意外被支援过来的 其三团协住了 被全歼在此 我不识团三营 和不识一团三营的 夹击攻势 也已展开 但由于印军已经得知 外围据点 正在被中国军队 接二连三地拔掉 再加之 这里的印军侦查到 有中国军队 从他们两翼接近过来 所以他们烧毁了物资 全都跑掉了 至此 我军收复了西西二的全部实力 拔除了印军 所有的非法据点 对印反击战 胜利结束